台股今天繼續向8400點進攻 而量能則是跟昨天差不多 明天的看盤重點 我們連線群益期貨的王友明分析師 來告訴大家 分析師你好 主持人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分析師 這幾天台股反覆的測試 8400點不過都是功敗垂成 投資人現在應該最想要知道 就是說大盤到底可不可以增上8400 甚至是所謂的8500點天性 你怎麼觀察 當然這個目前政府稅還在立法院等待三讀 所以投資朋友當然是觀望的態度 會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國際金融局勢一直上去 所以我相信這個鍋蓋終究會掀開來的 是 你看起來你是非常的樂觀 那麼我們再來看各股族群的方面